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 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 安乐居以长者健康为重 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制定个人化的全方位护脑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坐家中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专业细心的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1-855-973-1119与我们联络 让您的生活安乐满堂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 是美国安乐居的家居服务部的主管 注册护士苗宝文 宝文你好 嗨 您好 主持人 能不能在节目开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安乐居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 好 我叫苗宝文 他们都叫我叫Mary Miao 我在安乐居上班了12年 安乐居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系统的 组织严密的老人服务机构 那每个中心有完善的医疗科室 有医生 临床护士 有营养师 社工 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有活动中心 有司机 有家居服务部 家居服务部就为老人提供一些个 生活起居的护理 还有一些个护士的一些护理 我在安乐居从2008年开始是在旧金山上班 到了2011年就调到了南班 在南南这我们有两个中心 叫三沟队中心和伊斯的三沟队中心 有300多位老人 我喜欢安乐居工作 首先呢就是在安乐居工作呢 它能施展我 我有37年的护理 同时呢也是一个有执照的中医 加州中医师 在这里能够把我的护理经验 临床经验 并结合我中医的知识 都用于给老人服务上 老人经过我们的一些个治疗啊 服务 他立竿见影都见效 老人很高兴 所以呢老人啊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高兴了 得到了健康保证 我就感觉很欣慰 走进安乐居就是一个 我来美国两年以后呢 我就考上了护士的照 所以安乐居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安乐居来上班 当第一次interview我的时候 就是面试我的时候呢 是我的老板她叫Nicole 她说英文 她呢 因为我那时的英文不是特别好 她说的英文我都听得懂 因为呢 她非常有耐心 她发言也非常的正确 其实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环境 这里的人呢 环境非常的和谐 人们非常的和蔼 互相帮忙 而且呢 就是我们都以一个老人为中心 来去围绕老人 来开展工作 有很多的部门 各个部门呢 都根据老人不同的健康情况啊 家庭情况制定自己的计划 完了在整个全体每天早上都要讨论 所以我很喜欢这里 非常系统 非常的有组织 我知道您是家居服务部的主管 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安乐居的家居服务部的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好 我们呢 家居服务部这个部门呢 一共有31位工人员 其中有7位是护士 22位护工 还有两名排班的人员 所以我作为家居服务部的一个注册护士 同时也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家居服务部为老人提供主要有三项服务 第一个呢 就是提供日常起居的招呼 比方说帮助老人穿衣服啊 老人的个人卫生啊 刷牙啊 换尿片啊 洗澡吃药 就是准备一些早餐 我们做一些家庭的服务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护士上门进行给服务 比如说给老人打针 吃药 做呼吸的治疗 像那个雾化 吸入器啊 测量一些个 测量就是血的那个血凝度 因为我们测了血凝度以后呢 我们都可以和医生呢 直接同化 每个人都配有iPad 很方便的 就是医生就很快就调整他的抗血凝药物的剂量 那么护士在老人家就能把剂量调过来 还有一些我们做一些的伤口网药 测量血糖 是这等等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还对突发的健康问题 进行压房 进行对病老人的评估 给药 比如说老人呢 他有什么健康问题 比如说咳嗽呀 摔倒了 或者尿疼 尿皮尿急了 又不是去医院急诊的那个水平 但是老人呢 种种原因又不想来我们中心 因为我们中心呢 有就是像小医院一样 有中心的临床护士 还有医生 什么护理员 那都是配套的一个小医院设施 他又不想来 那我们的家居服务部的护士 就就到家里去做这些个评估 所以病人呢 老人也不需要不必要的麻烦 也渐轻家属的负担 以后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这就是我们这个三大块提供的服务 那么对于您不太熟悉我们工作来讲 就是说你怎么来做 知道老人需要什么服务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部门 对老人都进行一个评估 在评估的时候 我们通过问一些informations 而且呢 让我们眼看一些东西 我们再听一些东西 就是听就比如说他说话 比如说不清楚啊 就像有stroke啊 或者是老人他说话说的因为老了嘛 有可能有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什么的 我们看 听 问 就得到这些information 得到这些信息 完了就我们要制定计划 比如说老人啊 他就是有健忘症 当你在评估时 他说没事 因为刚开始得健忘的时候 他就越不承认 我没事没事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他有健忘就可能吃药吃的就不好 因为呢 老人呢必须用一些个必要的药来维持他的工作 维持他的身体功能 比方说血压膏啊什么的 我们家居服务部可以就制定一个计划 就是按医生的遗嘱 按时派人去到老人家里 让他吃药 一天一次或一天两次 根据老人的需要 比如说老人啊 腰疼 腿痛 他呀不能做卫生 又不跟家里人服务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给老人做一些个简单 然后我就根据我们的评估 护士呢 来做制定计划 这个计划制定完以后呢 我们要在整个的那开会中 要说你的计划 每个人要讨论那个team同意了以后 我们就做我们的工作安排 我们呢 也通知家里人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这项服务 我们就开始服务了 开始服务以后 我们也有一个很严密的系统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护工到老人家 发现老人啊 有什么健康的问题 或有什么不安全的问题 他都会及时的跟我们 就家居服务部这部门汇报 我们会跟有关父门报告 他都会及时得到解决 跟老年人打交道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跟老年人打交道 因为老年人嘛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而且自己的职业不同 他到老了呢 就是他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需要服务 但是他又拒绝人帮忙 因为他想自己去做 但是他又非常容易摔倒 那我们就非常要特别耐心的给他做工作 要得到帮忙保证他的安全 这是一点 再有呢 最大的问题呢 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了 比如说听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组织也会帮忙 他需要用那个助听器啊 还有那个就是一个小机器的套 也都会配备权 我还没有特别大的挑战 跟老人 因为我觉得嘛 就是对老人来讲呢 就是我们常说那将心比心 你的真 你的心啊 在老人身上 你处处为老人着想 即便是开始呢 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同意的 对一件事 但时间长老人也会明白 他们会知道 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 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 安乐居以长者健康为重 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 制定个人化的全方位护老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佐家中 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 我们专业细心的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 您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您和安乐居的老人相处的故事吗 好啊 因为我作为家居服务部的一名护士 有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的去做家访 而且呢 就是在有一些个突起来的变故中 做家访 这就特别的需要护士的一定的经验 就是因为你看老人 你进行你的评估 忘文问切 但是没有切泡卖了 你要看 然后根据你的评估呢 跟医生去进行汇报 而且还要跟家属讨论 那么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呢 就是在我在工作中 有一些个小的故事 跟你分享一下 那个 有一天啊 周日 我呢 就按自己的计划 到老人家去给换药 这个人呢 是说英文的 我一进那个屋呢 这女儿就告诉我 哎 Mary 我爸爸在后院摔倒了 我爸爸左肩膀疼 抬不起来 我看像是 这个左肩膀脱丘了 我需要叫救护车 把我爸爸送到急证区 给我爸爸复位 这是女儿说的啊 这是一个突发的一种事情 所以呢 我作为一个护士来讲 那我就 就看到老人 他不是说立即就打麦弯弯的水平 他还可以是允许我要做一些个评估 那我就按常规的做一些个他测量 血压脉搏呼吸啊 体温啊 都做一下 那么现在到最后一关呢 我要做他的 是不是脱丘 因为他女儿真的脱丘了 那么我知道这个老人将近一百岁了 因为我跟他工作了好多年 因为我跟老人久了 我知道他的最主要的 他的病症 以前都会发生了什么 像这个老人啊 他本身有中风史 他的左侧上肢活动就是不方便 而且快一百岁的老人 他有关节颜 颜色的关节颜 他的那个关节在变形 那么你就看到表面的时候 这两个肩膀不对称 如果脱丘疼痛 还有这不对称的这个形状 也是一个脱丘症状 但是对这个老人 你就不能完全按书本去套 所以老人呢 自己提起左上肢 他就提起 哎呀痛 怎么办 我呢就轻轻的提着老人的左袖口 往上抬左上肢 我抬左上肢 我就观察老人的脸色 我要听听他有没有痛苦的声音 如果要是说啊 我很轻轻的啊 他要是脱丘的话 他会有一个很痛苦的尖叫 因为他上不去这肩膀 但是这老人 他要在他抬上去了 他可以抬上去 因为老人的关节颜也好 还是就是中风以前中风的后遗症也好 他会导致上肢痛的 但加上他确实是摔倒了 所以呢 他就我 我看他的不像 不像这个脱丘 那我就跟家属说啊 我说做我的观察 他不像脱丘 但是呢 我也不是 我也不能就确定他不脱丘 但他的症状啊 不像脱丘 我就建议他呢 就是吃一些个胎肉 给他做一些些个冰服 二十四角日内冰服 完了 那是星期日 周一呢 我们在拍片子 我当时立即我就给 阿高医生打个电话 就值班医生打电话 把我的这个 把我看到的 听到的 我都给汇报 而且我会把我的一些个建议 跟老人说 那你说的那好吧 那就按我自己决定去做 那么转天 星期一拍片子 他不是 他不是那个脱丘 就是这个小例子来讲 就是说啊 省了家属很多的麻烦 而且也省了 不必要的颠簸去急证 所以我就觉得 我特别高兴 还有呢 就是在美国当护士 以前呢 我就在大陆一个 很大的一个医院里当护士 我呢 有37年的工龄 就是像大手指啊 急救中心啊 皮肤科呀 日间手术部 我都干过 没离开过领房 而且也没离开过管理 所以在这里呢 就用的更多 用的更多 而且这儿 比我们以前先进的 就是说啊 它有一个就是测量 尿液的 我们叫Uran Deep 我们可以测量尿液 是不是啊 脑袭感染 立即出结果 我们有测试的东西 比如说感冒了 立即测试出来 它是那个流感A 还是流感B 就是立即出结果 那医生啊 就可以立即给 立即给就是下药 而且就是药房给送药 到家 就是特别及时 那我 我向老人咳嗽发烧 我呢 记得有一个老人 他在那个Covitino住 两个老人 他就说这话 就有好几年之前 他就咳嗽发烧 这个老爷子呢 他呢 是有那个慢性哮喘时 所以我接到汇报以后 我就去到了老人家 老人发烧 咳嗽 有一点烧 就是有一点 呼吸急促 那我测量体温以后 我去看看 它是不是流感病毒 结果呢 不是 但是它肺离了 已经有罗因 就是肺部感染 所以呢 我就给医生打电话 医生呢 就就逐步 给他做一个 那一步化吸入治疗 因为我作为 家居服务部的护士嘛 我们每一个护士啊 都有一个iPad 就是能够随时跟医生联系 用这iPad 而且我们每一个护士 都有一个急救包 这里的急救包 就是必要的 检查老人的那些仪器 还有一些个机器 然后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物化吸入器 在我们车货备箱里 我们也有一点 很少的一点 就是那个 也急救的那些药 就是完了医生呢 就是下遗嘱说 你去给别人做个物化吸入器吧 那我立即就给做上了 物化吸入器 那么不一会儿的工夫 就是药房 就把那个抗菌素 就给送到老人家里了 我就觉得他的女儿啊 特别特别感激 她女儿说 我爸爸在加入安乐局以前 每到冬天都住院 只有这个冬天 就是安乐局的护士 到我家来服务 就我爸爸不用住院 特别特别高兴 所以我们做了评估以后 马上给药 给完药以后呢 我们这还有临床的护士 他们家就每天就去问怎么样 而且我们护士还会进一步去家访 直到老人康复 就是家属那种特别感激 特别感动 就是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这份工作 在安乐局工作 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在安乐局里的工作 最大的收获就是 到老了 有人管 有人照顾 不用担心 你需要看医生 谁开车带我去啊 我需要就是常规的药 谁帮我打电话 去要这些药啊 这里很茫然 但是安乐局就有人负责 有人管 你不用担心 你说我吃饭 我也不会做饭 我也不能 安乐局可以帮你提供一些个饭盒 就是一次性的 冷冻的可以热一下 就我觉得最大的安慰 就是到老了 有人管 有人照顾 而且是真心的去看护你 因为他们这个team人 这个整个的组织人特别多 互相支持 还互相监督 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去 去工作 哪也叫做不好 立即汇报 你哪哪要改进 他比较什么事都放在桌面上 比较明了 在安乐局工作那么久 让我最难忘的事情 我跟你说点我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06年来到美国 所以呢 我06年就同年我就考上了护士助理的执照 我就在老人院里上班 那么呢我就再来美国两年 我就考到了护士的执照 所以安乐局是我第一份工作 2008年 因为我家里就处于特别低谷的时候 老公把工作丢了 那么安乐局就给了我的机会 我特别感激 他给了我机会 叫我在这里上班 而且呢就我的技术 我的护理技术 还有我这些个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 因为每个人 我们工作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不歧视 从那一招到个歧视 我呢就就很难忘 而且呢就在于我出诊的时候 为老人解除了好多的病痛 医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完了 而且呢 我的头在好几年就说过 Mary我见过医生啊 就说护士有多好 我还真没见过 就这么对你的肯定 因为在你出诊的时候啊 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病情 你要特别特别的 就要想尽方法 怎么去解决 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改问题 拿不来了 没有什么方法去解决 而且要有你的解决方法 就是在一起上班 所以我珍惜 我喜欢这份工作 而且老人 因为得到稳定 她的太乎 她的那种感激之情 她很感动我 所以我想 因为我岁数也不是说特别年轻的 我就 我就现在能有自己知识 能有技术 我愿意 我愿意把我技术分享给MG 直到我 被修 这个临床经验 能够直接给病人解除痛苦 比如说我在值班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老人 她呢就打电话 她头晕 恶心呕吐 头疼 因为她也就是老毛病 那么我就去到了她家 老人 闭着眼睛 深阴着 她的头也不能摸 恶心呕吐 所以说 我测试了所有的评估 学压迈波呼吸都正常 那么我就用我的手 为她做一些个手法 我第一个问题 我先指出她的恶心呕吐 我用手按住她的公孙穴和内观穴 就是公孙内观卫心胸 几分钟以后就不恶心了 第二步 我要止住她的头痛 就轻轻地按住她 头五真穴 完了头皮按摩 一会儿她就不疼了 那最后我要治她真正的病 就是颈椎病 引发的头疼 我呢就是 她这个老人呢 就像一个鸭蛋那么大的包 在第七雄椎上 我就开始给她按摩 胸椎 按压 风池 和小脑心区 后脑勺的那部位 矮马心区 按和谷裂缺 那我整整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手法 这个老人完全的症状就缓解了 就是我呢 就是特别高兴 而且呢 我也愿意分享一些个知识 跟您分享一些知识 比如说您要有左侧肩膀痛的时候 您可以按手 从您的百慧穴到太阳穴 右侧的百慧到右侧太阳穴这条线 距百慧第一横指那儿这个部位 您一定有一个压通点 当您按住右侧这个头顶的这压通点的时候 活动左肩 疼痛啊 立即就会缓解 您不幸睡一下 如果呢 就有机会 我们能 我有兴趣能为您服务 我会提供更多的这些个小知识 能解除您的病痛啊 减轻疼痛 我会很高兴的您分享 谢谢 好的谢谢 今天呢 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对于需要照顾的长者 家和家人是最好的 四十几年来 安乐居以长者健康为重 首创全美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致力为湾区长者制定个人化的 全方位护老服务 现在不管您安坐家中 还是到访日间护理中心 您都可以享受我们专业细心的 医疗和生活照护 打电话 1-855-973-1119 与我们联络 让您的生活安乐满堂